走进马林农产品展售季游客服务中心里面 发霉的味道扑比而来 原因除了潮湿之外 鲜少开放以及缺乏更好的利用管理也是原因之一 圣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和圣兼马林休闲农业园区理事长的七堵区 有一里里长萧雪 特地一起来这里了解情况 两个人都肯定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已经开始积极改善 观光政策推动上不再重海不重山 不过萧雪和张耿辉都建议市政府 应该要更加善用这处 马林农产品展售季游客服务中心 首先我感谢市政府 其实他也上任来这段时间 他也把那个马林休区的那个都油漆了 都整理得蛮干净的 那再来当然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调整 像我们现在马林休区 平常日是没有人看守的啦 我们希望市政府阐发处 是不是有条件的开放 每天半个小时 半天的时光 如果有客人来 或是说有一些游客来 也觉得说我们马林休区 真的非常的服务 非常的好 这是我一直想请我们的市府单位 能够协助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说 顾海不顾山 但是我感觉我们市政府上任一年来 我有直接的感受到 有顾海也有顾山 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希望我们的市府能够更深层的来给我们关心 这个马林休区 尤其我们的农民 今天很辛苦 这个日子的天气 我们也要去欧底顺 也要去做农作物 但是买是没多钱 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做 那我们怎么样把马林休区 这个休区的一些 能够广告出去 让很多 比方说 不要光是基隆市 前台湾的人都希望好奇 能够买马林休区来走一趟 那这是我身为理事长 非常希望强调的一点 当然有一些软体硬体的话 我们也希望慢慢的调整 这是我想要说的 我想我们这边是好商好水 包含油纳地区 是值得我们暑假的时候 来这边避暑的时候 避暑的一个地方 那基于说 平常我们休闲农业的业者 都忙于我们务农的工作 那人手也比较缺乏 那刚才 小理事长也建议 我们市政府 在人力物力 各方面的希望能够多加的投入 毕竟 努力的空间还很多 那你若是说要我们年轻人 来返乡来讲的话 投入这个环境的话 也希望我们市政府 相关单位 能够积极的努力 能够多加以对他们的敬畏的依注 让这些年轻人 坑缓将回来 经营我们的休闲农业 那这边我也期待 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即使我们不管是小理事长 还是我已经建议多年了 尤其在整个硬软体的设备 应该多加强 尤其马宁地区休闲农业 目前的话 专车也停死了 我想要发展一个光风休闲的话 毕竟的话一定要 扩大地来宣传 而且那些交通工具的接驳一定要有 马宁农产品展售 即游客服务中心里面 有展售各农园出产的蜂蜜 及农特产品 也有摆设马林地区过往 兴盛的煤矿业历史 更放置几台休闲脚踏车 桌椅及会议室都有 中心外面也有设置厕所和洗手台 整体设施算是相当完善 因此张耿辉和萧雪认为 市政府相关单位 如果能够更善加规划利用 协助串联马林及有类的农园餐厅 和农友生产的农特产品 对于推动西渡区整体的 休闲农业观光发展 才能有更大的帮助 年代也能让农友们受益更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